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韩国的部分也在进行所谓的协商会议 那跟各位媒体朋友报告一下这个协商会议是什么 是7月初的时候资方与裴呆总的家属谈所谓的和解的时候 他有承诺说要与HIDIS工人开启所谓的这个劳资协商 所以今天这个星期二是这个所谓第三次劳资协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资方说要开启劳资协商 但是在上周的劳资协商我们可以看到资方派出来的是谁 他们并不是派出永风雨的高层 或者是永风雨集团可以决策的任何人 而是派出所谓的没有决策能力的劳务士 来到那个协商会的现场 只是提供一个咨询 或者只是提供一个来倾听所谓官场劳工新生的这样的角色 完全没有任何决策能力 让工人在那边跟他讲了两半天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今天又是第三次劳资协商 我们希望永风雨集团你应该要派出你们公司里面可以决策的任何一个高层 而不是随便随随便派出一个劳务士出来 想要打发工人 不要再搞这些有的没有的小动作 表面上说要跟工人谈 要跟工人协商 但是实质上派出来的都是没有决策能力的人 好那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说 海底斯工人不断不断的来台湾 我们就是要来这边要求永风雨集团出来见面 我们每一天睡在路边 我们去各个不同的永风雨集团 我们去不同的分行不同的街上 我们跟台湾的社会大众诉求发传单 希望台湾社会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这一批韩国海底斯工人 要大老远跑来台湾去做这样的抗争行动 所以我们透过各种方法甚至搭起帐篷睡在路边 但是我们看到永风雨集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场地我们的路权到7月30 7月30之后 永风雨集团把这条路权 还有其他五个地区的路权 全部都申请借走 而且借的期间是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假设你要在六个地段申请路权 并且借一个月的时间 你必须要有90个人头去签这个借路权的申请书 然后我们保守估计你要借这个路权 你必须花到270万元 你才可以借六个地方 一个月的路权 我们可以看到说 永风雨集团 你一面说你要跟工人协商 另外一方面 你却对这些在街头路数的工人 你让他们无处可去 你把所有地方的路权 你有钱 你把所有地方的路权都申请下来 就是不让这些工人出现在你 永风雨任何分行的前面 好 那我们要跟永风雨集团说 不管你再怎么 你动用任何的资金 动用任何的人去这些 去借这些路权 不让工人出现在这里 我们还是会继续抗争 我们还是会继续出现在不同的分行前面 我们下午就即将要进行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并没有再怕永风雨 台湾公항 입국时 移民署에서는 哈尔蒂斯 해고 노동자들에게 불법 행동을 하지 않겠다는 서약서를 요구하고 있다 서약을 하지 않으면 강제 추방하겠다는 것이다 不只这样 甚至台湾的政府也在协助永风雨打压劳工 在永风雨的 在亥迪士劳工进入境台湾之前 大部分的人都被移民署要求 必须要签下一个通知书 那如果说他们在通知书里面要求 不能够从事跟旅游或是房友的 这个目的以外的任何的活动 否则移民署威胁 如果从事这个目的之外的活动 就会把他们强制遣送出境 从这样种种的迹象 我们可以说 永风雨集团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诚意 要来跟工会进行诚实的协商 其实永风雨集团在合议书里面 已经明文而且签名了 承诺要诚实的跟工会协商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他透过各式各样的手段 来阻挠 来试图瓦解工会的抗争 永风雨集团的不断观察跟结果 已经导致了在韩国的一名劳动者的死亡 那现在更对于 远从韩国来到台湾 要求撤回解雇 撤回关场的劳动者 进行全面的镇压 试图瓦解劳工在这里的抗争 我们在此呼吁永风雨集团 必须立即在现在进行中的团体 团体协商当中 真诚的诚实的跟工会进行协商 透过重新开动工厂 重新启动工厂 来实现对劳动 劳动者工作权的保障 不管未来永风雨集团 对我们进行什么样形式的打压 我们都不会退却 我们也不会被打倒 撤回关场 撤回关场 撤回解雇 撤回解雇 加油 加油 撤回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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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兵制 撤回解雇 共产兵制 撤回解雇 重新开放 撤回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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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